舅舅流浪的河沟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真来一切生命 生命天使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长老法语 大方广埔环境 卷第十六 十柱品 第十五 十柱品 来 来讲柱 什么柱呢 慧柱 慧柱于礼 慧不退 顾名 这个柱 是用了空礼之后 正得信空了 无柱的柱 柱空 柱那个柱� finde 那这叫柱 这个柱的含义应 new 多种 你这个原教 华阳经原教 讲任何事物 都说实 说实住 实的解释呢 是无尽 实实无尽 先明白 这个住的含义 菩萨的信心圆满 那么 完了 重新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也有住了 住在菩提心上了 菩提心是什么呢 到 无相 无住的而住 无住而住啊 就是这个住是无住 住在无相 无怨空 这样谈的住 懂得这个住的含义了 也知道 他现在到了什么位置 以什么为他的宗则 他的趋向 住就是修行 修行的法门 目的是达到德国 正到佛国 就是他居行 他修行什么呢 断祸的次第 断祸的次第 但是华原经上讲 从初住开始 直至佛位 直至佛位 因为他生起了智慧 以智慧为助 住在佛的大智慧当中 再不脱的凡夫 再不脱的三界 再不脱的二成 再不脱的全教诸位菩萨 仁慈就住 说他的胃啊 永远不再退了 永远不再退了 不过难者华严经历萨 大家都听说 散财同子五十三叉 散财同子五十三叉 这是一位一位的叉 先说的最初这三位啊 发心座 辞地座 修行座 这三位 这三处是修 出世间的心 修的心啊 心出世间 不知这一世间了 破世间的一切烦恼杖 散脑的处方 一时顿成 真本的智慧 要廖说啊 三才同子五十三叉 最初 叫庙丰山 山的名字 庙丰山 是处所 山上住的是 德云比丘 初参的三位 都是比丘 他叫 得到了 祝佛的智慧光明门 除掉了一些世界的烦恼杖 成就佛的智慧光明 第一场 参出出入的菩萨 就是德云比丘 第二 德云比丘 离开德云比丘 出手了 到海门国 才见到德云比丘 把他心上的 原念的警戒 离掉真理那个警戒 修十二阴云观 令他无障碍 第三参的 参到海难国 三驻比丘 心上不明 没得智慧 不静 把他心颈上的 那个不明不静的障碍 参一参 就除掉正的一个法门 除掉一种障碍 得了佛菩萨无奈的 解脱法门 这时候 能够看见一些众生的 他的根如何 是不是法器 也很如何 十死生彼 流转不停的 虚能明见 这三产啊 出发心著 自地著 修行著 这时候就除了 烦恼障了 这是 三财童子 初参的 三个三知识 都是比丘 你行着这三驻啊 解释这三驻的 这时候 就得了泄脱了 然后在第四座 深贵座 就对着一些四间法 四间法嘛 就是生死呢 烦恼啊 就是不自在的 障碍吧 都能已经得到 自在了 嗯 得到自在了 神贵座呢 是在个四座里头 四座里头 人员很复杂的 嗯 在烦恼当中 就形容烦恼吧 善财童子 在那个街市上 四座当中 参见那个 米家长者 这是长者了 在家人了 嗯 所以给他说的是 轮自经法门 表示在生死当中 最热闹的地方 难会寂静 尝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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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 三座通子 第五参 嗯 参的是 解脱张者 解脱张吗 解脱张者是方辩重 对着真书二体 身见边见的二见 得到大字紧接了 得到智慧了 大字紧接 破自在诈 咱们现在不自在 嗯 生死不自在 嗯 闹静不自在 嗯 嗯 三座通子 参了解脱张者 介绍他入了一个三昧 普摄一切 佛刹无边 托罗尼 托罗尼就是三昧 十方各县 十佛刹微臣术佛国 清静宗言 嗯 这个十佛刹微臣术的 清静佛国度 在自身中 在自己的身上 这叫方便住啊 嗯 这个在小城教义里头 佛还没有这种警戒 小城教的佛国 嗯 嗯 十柱的 初柱的菩萨 发心柱 就能在一百个 佛世界 现身成佛 因为他有这种 得到这种法门了 所以才能现 嗯 能够毫无边差海 第六作 就正心作 对着他那个 记和论 论就是动 也是智慧啊 嗯 不能够自在的 得了自在了 嗯 嗯 这个时候 散财童子餐的是 海床比丘 嗯 这海床比丘 在经刑地 大家行动当中 做家父状 离除入息 就是把这个 呼吸呀断了 除息入息都断了 无死无绝 在一些众人身中 能现他的化身 现化身 自在无奈了 济容无奈了 定会无奈了 都得了解脱 第七是不退座 因为讲住嘛 该先把这个 十住的菩萨 他每一位的大字 说个名字就是了 嗯 不对说 对着大慈大悲 奢求重生 不在不自在的 不能圆满 不能自在的 这种障碍消除了 嗯 令他圆满 嗯 这是 三才童子的 普庄言员 见修舍 幽破仪 这个代价的 幽破仪 女子 修舍幽破仪 对三才说 我有八万四千 诺尤托 同行卷所 诺尤托 一般的发誓 不可直说 不直说 保零不直说 说到八万四千 有正多建树 都住在这个园子里头 叫普庄言员 嗯 就表什么呢 表大悲 大悲 的自 大悲 行大悲 救度重生的 一切的方便散强 嗯 嗯 就是说 从这个八万四千 不可说的 一些众生 不烦恼都断了 大家共同做事 教化一切众生 凡是注此原则 其余众生 接得不退 走安位 行这个 大悲 大字 四悲 双运 第七诺 第八诺呢 嗯 对于这个 世间的残讽 世间的渔袭 不是烦恼啊 烦恼的渔袭 嗯 智慧不清静 独令他清静 嗯 这个散台通知在这 掺的散致是 说皮木 驱沙仙人 是个仙人啊 也是在家的 嗯 表什么呢 表大字清洁 无所养故 嗯 同时还有个皮信 还有个优负仪 跟这个皮具 驱沙仙人 同住的 那个修舍 优破仪 嗯 这叫什么 海潮 处折 一个是要表背 你的表背 嗯 皮木驱沙仙人 表字 背字 双蕴 断绝了 一切习气 严谨 对境 生眼的心 嗯 随自会行词 没有演习 同时 狮子闯王女 雌性 同时 雌性 同女 一入世间 这叫同真诸 第九 法王子诸 对字 说法 不自在 说法 不能自在 所以 众生的因缘 令一些众生 得自在 那 自己天 自在 才能令众生 自在 三财 同志 圣地 圣热 婆罗门 整个三财自在 灯 刀 上 入火 去 行的 任苦 上 要穿 扇子 扇子 在当 刀伤 里头 坐着呢 你得 刀伤 走到扇子 跟家 原来 五十三餐 就是 三财 同志 走到那刀伤 上 很 怀疑 他思想 是起个念头 这是 佛法门 吗 天上的 护法神 你告诉他 善男子 立即是 现 逆行 逆行 上才都是 在那 行苦 上 也从刀伤 走过去 凡是 天龙 八步 护法的 登刀伤的 没有不得利 的 就 法王子 就 第十九 灌顶 就 对着 卑子 不自在的 清静的 障碍 都令得 他清静 三财 同志 在这 见的 三知识 是 十字闯 王女 雌性 童女 两位女人 女的都是 比较大悲的 女的都是 比较大悲的 王女 比较雌性的 都没有演习 自卑 自满了 从大悲处 立一世间 这十种对峙 十座 就是现前的一面心 出发心 从出发心 柱 到 死灌顶柱 都在一面心 在一面心 对着前头的十种障碍法 一法一心 一致坏 尽管说好多障碍 心上的一心 行一横一心 一行之中 巨主石 石又巨主石 这叫石石无尽 在华阳出驻地为菩萨 就能得到这种警戒 这叫什么 华经上讲的 一己一切 出发心 是变成正觉 出发菩提心 就成就菩提道 出发心 是成正觉 入世二心 出心难 这个心发不起来 为什么这样解释呢 自心不动自伏 这是体 一发心 是自心的不动自伏 有些跟自伏 这个不动自伏 心佛同意体过 所以一切说实 实者说法门无尽 实门 其实一门 一门其实无量门 用十种对质修行 一切的都能够得自在 有世间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所以要得到成的佛果呀 必行经过三个无生期节 三个无生数的正常的 节十分 正常的十分 现在 现在这是究竟了意 以自心的根本 无分别自 根本的无明 即是不动自 将无明成智患 变成了不动自伏 这叫什么呢 法性体 法界为体 以法界体而生于法界 法界的一些用 实信满心 实信满心 如果出入的菩萨 就能产生这种效果 就产生这种力量 所以 情与无情 时间的验处 验是长得不得了 处是短得不得了 就一面间 平等平等 为什么这样说 说法界无性 无生过 把它作为一生 验处自在 验处自在 把它验多长 无量无量 无量无量的结 这是现前的一面 现在入一滴水 就大海里头 整个大海水 就是一滴水 一滴消瘦一切 但是不能够自了 无性无依 是指的 闲智的体会 这些体会 必须得欲缘 欲缘方了 如果 善才通俗的阴 没有一身 大字 文书师的菩萨 释放他的信心 只是个 参善知识 他一掺一掺的 他叫 自己的阴险 遇上的文书大字的缘 不能自了 会缘方生 一缘就了了 这是什么缘呢 怎么样才发起心呢 怎么样才能入到诸位呢 会缘 缘有三种 苦 苦缘 一苦了 发了心了 一苦了 发了菩提心 在苦难当中 劫难当中 发了心了 二种是乐园 他在生到天成 久了 没有再度三复 只仁天道 久了在仁天道 他的慧根荣雅不迷 内心有明怀 需要出世间的国 他误得了生死无常 想求真理 因此 能建造佛 一场的菩萨 因为他说 遇到华原警戒 得一场的菩萨 发心欲求 是求佛的智慧 他不求了生死 就发情佛 度一些众生 有这三种的外 这个外源 在家 他自觉的 佛字 无明 本是佛字 在演的时候 说无明 成就的时候 就是佛字 他明白了 无明本来就是佛字 无明本来是明 甚至迷了 迷了就是不明了 因为本剧的本字 就本来性的智慧 而生起的信心 这个信心满了 要本字而误入 误了不离开本字 这样 发心成诸 往来诸 要又发菩提心 实信满心 入了出注 出注再发菩提心 这一发心呢 出发心是变成正解 虽然他要是 实注 实行 实会向 实地 实一地 一位一位 还要修 但是你心呢 再不退了 这个修 应运的 中间没有障碍的 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大智慧 无边的一些法 一心都具足了 因为这个字 跟佛平等 因为这个字 跟众生心平等 因为这个字 跟助法平等 这个智慧就表现了 没有什么长端眼尽 迷雾之分了 这个智慧 与虚空其量 超过虚空 人家咱们经常说 心包太虚 亮周撒界 这个心呢 把它扩大 明明了了之后 能包太虚 一切虚空 有可量 祝佛说法 不可量 一无边过 明白了自心的 根本的 无明的体重 就是不动自 见了不动自了 根本的无明体重 极是无明自 无明没有了 一切祝佛 极切纵上 同一体现 同一警戒 同一智慧 所以出发心神 就祝佛 种自家 住在佛子当中 佛子入空 入空 住在空中 所以他出发心神 能与十方四肢 现成的佛身 这个 单有下文 有一篇 发心功德品 把这个 信了一发 菩提心 功德自明 一入了 发心 出祝 这一发心 就能够祝到 一切祝福 他的智慧 大悲海 景下当中 祝 贤 回向 十地 十一地 通修 对修 不是像 三层教育 一位一位 一位一位 这个不 叫通修 因为智慧之体 就是一个 三 就是一个 非有分别 不是过去 现在未来 智慧 就两个例子 一在法国间 龙女 一刹目 一眨眼之间 就成了佛了 环境的散财 一身成半 从发心到成佛 现在一身 文书 斯理菩萨 有个诵 就诵 这个问题 龙女 一念成佛 三才一身成佛 一念 普观 无量节 一念 普观 无量节 无去 无来 无来 无助 就在一念间 在一念 无去 无来 也无助 就是 不是过去 也不是现在 也不是未来 无助 就是三继一念 无事了之三四四 超度 方便 成实力 超度方便 就超级一方便 成了佛了 这个是 文乌斯理菩萨 寄送 从这个道理 让你明白 小宗大的三成 三阿生 积极的十件 出世的祝福 成就的祝福 出世成就佛了 这都是全巧方便 不是真实的 那华呀 你要一时警戒 要教 所说的真实法 不是一说 法院啊 忏悔啊 一心啊 这样来成佛 假使要与愿力 来修行 那经过很长时间 要以十 十就实现 这一心法界 来成佛 不说愿力是斩成的 那里斩实成 愿成的 所以说 入了十柱 从初柱开始 初入位的菩萨 他是不经见次 五位通修 叫五位通修 三贤 十地 十一地 这叫五位 一修一修 一修一切修 十回向入室 十行入室 十柱也入室 十地 十一地 在十柱当中的第七柱 第八柱 这修一切修 卑字 九柱是法四位 法四位 十柱呢 是卑字 双然 五位的形象 全相似 善才同修 在十柱位的菩萨 十柱位的他所参与 十柱位的菩萨 助善之士 这些个善之士的 智慧 警戒 皆许无疑 这种说法呢 是要着法身的智慧 普遍古 所以他起信 起了信心 来进修 进修 虽然是 好像似乎有五位的警戒 说大字警戒 没有去来 没有前后 没有策定 这是大字的警戒 一线 不一时 但是似乎 有断货的赤地 实际没有断货的赤地 这种五位的断货 空中的之间 你想能看出赤地来了 都在空中 举这个例子了 说如果那个大圆镜 大圆锦字了 那大圆镜子 形容那个智慧 叫大圆镜子 大圆镜子就是 智慧的圆照 圆照 不是次第的灶 是圆照 谱是 谱齐县的 石柱的大字的警戒 像是这样子 简单的介绍一下 石柱位的菩萨 但是讲起来呢 有横步 咱们现在说这个是呢 圆容 圆容中的横步 一位一位 还是有一位一次的 但是它是圆容的 未圆容 行也圆容 得也圆容 所以它还能百戒四全成佛呀 现在念正文吧 本来这个石柱的悬业呀 有时大家共同同学的 都很熟悉的 研究到三字七天 讲三字 讲七字 那么好多道友 对这个 很不熟悉 听起来很深处 不晓得说的什么话 那我就撂说一下子 简短说这么几句就算了 现在大家看经文吧 刚才我说的就悬疑 还没讲呢 先说是大概的意思 实际上就这么景象 你看我们进了普罗赛 大便没笑 就直接到法堂了 什么借堂啊 什么借镜头部啊 什么花言部啊 大概说一说而已了 其实内容呢 比这个还深 就这个含义了 现在吧 没有正文呢 大家没有摸索的 咱们看正文好了啊 而是法会菩萨 成佛为例 入菩萨无量 方便三脉 法会菩萨 要想着这是他这会主了 先想想实住法门 先成佛的家词 他自己入了三脉 这个三脉名字呢 菩萨无量方便 三脉 入三脉了就入定了 先入一个无量方便定 这个定的体 是法体 不是正德的不说 说了人家不能明了 说这个法 不是你用思量 简单 不用这些个 没有这些警戒项 对机 看看什么根基 来审查的法 法对机说的 但是呢 法会菩萨说 是成佛的威力加死力 这样 归生物节 有这个归道啊 能生起来物的节物 就好比这个法 就归道一样的 算是归道嘛 能行就能达得到目的 因此这个归 易归 成就你的果德 所以在入定呢 入定的人是法会菩萨 是这个实会之手 定呢 这个三脉定呢 是成佛的威力 把这个功啊 推给佛 所以入定 是法会菩萨的威力 无量三脉的 来立于一切 实处的菩萨 是成佛威力的 菩萨无量 方便 就是这个定的名次 定的名次 这一三脉 就是一切三脉 就是一切三脉 咱们干个事 都有三种相 入三脉 住三脉 出三脉 就是入住出 三脉的三相 这种法 全小 全成 小成 只要它是这个根基 宇宙法的生物节 它就不是全小 是入了原成 大成的形容 你看根基 菩萨的入定的时候 记的时候 第一个记 这叫入 但出进的时候 起入的时候 这叫出 入以了魅起 就是住 入住出 法会菩萨 成佛的位内 入了无量方便三脉 以三脉力 十千各千佛差 微臣数四界之外 不是这个 十千佛差之内 四界 而是 这四方 千佛差的 微臣数四界之外 有千佛差 微臣数 祝佛 从从无尽的意思 十方 千佛差 微臣数四界 这叫内 不说了 这个之外 又有千佛差 十 微臣数 祝佛 皆同名一号 叫什么 法会入来 都叫法会 所以这法会 菩萨 入了这个三脉之后 十佛差 千佛差之外 又有千佛四界 这句祝佛 都是一个名号 同名叫法会 而且都献到法会 菩萨前 他在三脉当中 见到那些祝佛 炸强 炸强他 炸强他 善哉 善哉 善男子 如那 无师菩萨 无量方便三脉 炸强道 说明很了不起 你能入到这个三脉 跟他说了 善男子 四方各千佛上 唯神术祝福 心以神力 更加于如 由于是 披露着 懦出来 往昔的愿力 唯神之力 比如佛将 都是佛将 吉如所修 善根立功 入四三脉 入三脉 做什么呢 令如说法 说法的 就是十座的法了 这是表现这个 法会菩萨 入这个三脉 入这个三脉 我要说法 说什么法呢 使主法门 这个三脉 他自己的功力 十方诸佛所加持的力 披露着弄佛的往昔的愿力 再加上自己的三个力 才能入这个三脉 用这个三脉 让你从三脉 去 说十座法门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防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随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103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情 认识台湾救狗协会 及救狗园区 基于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置业 于2007年 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 弃养之流浪狗 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 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 专门照顾流浪狗的 养护园区 然而 园区的扩建速度 仍旧赶不上 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 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 中华护生协会的 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 统计 救狗协会 至少救护了 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 护生协会 共同获养 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 并长期提供 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 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 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 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 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小水踏和鸭子 在村外不远处 有一片湖泊 这里是鸭子最喜欢的地方 它们每天都会来这里游泳嬉戏 寻找食物 等等我们 你们游得太快了 等等我们 你们这些小家伙快点啊 前面那片芦苇边上有很多美食 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呢 真是美味啊 今天我要饱饱的吃上一顿 对 吃饱后浮在水面上晒着太阳才舒服呢 就在鸭子们每餐的时候 芦苇丛中有一只水踏正盯着它们 这个家伙不敢攻击成年鸭子 于是将目标锁定了后面的那两只小鸭子 这群讨厌的鸭子 竟然把这里的鱼虾都给吓跑了 哼 你们吓走了我的食物 那就把你们当成食物来吃 我们快去 要是去晚了可就没吃的了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水鬼 水鬼出来了 不好 是水踏 这个可恶的家伙 竟然还敢袭击我们的小鸭子 我们快去帮帮那个小家伙 危险 快跑 小家伙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刚才那是什么 好可怕啊 是啊 它是不是水鬼啊 它叫水踏 通常喜欢躲在芦苇丛里 我们这里好久没出现水踏 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跑来的 如果它在这里挨家了 那以后我们来这里可就危险了 你放心好了 水踏一般是不会袭击我们这些情类的 因为它们喜欢的食物和我们一样 都喜欢水里的鱼虾 哦 那它为什么要攻击我啊 它们有时候是会袭击我们 尤其是会袭击那些还没长大的情类 这多半是出于娱乐或是猎杀的习惯 看来我们以后得离它们远一点 只要我们大家在一起 水踏就不敢攻击我们 所以到了湖里后 你们一定不能独自乱跑哦 嗯 从那天起鸭群总是成群结队的来到湖泊 尤其是小鸭子们 它们非常害怕长得像水鬼一样的水踏 可是许多天过去了 它们却再也没看到水踏的身影 那只可恶的水踏 好久没看到了 它是不是离开这里了 希望它是离开了这里 只要它留在这儿一天 我就一天不安心 你们放心好了 这么长时间都没看到它了 它一定是搬家了 没错 水踏是喜欢搬家的动物 隔些日子就会搬一次家 一点都不嫌麻烦 太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安全了 是啊 这样一来 我们也可以去芦苇丛里玩捉迷藏了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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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踏 水踏 这里面有水踏 孩子 不要怕 我们来了 种鸭子钻进芦苇丛后 惊讶地发现 在芦苇丛中的一块空地上 趴着一只奄奄一喜 眼睛无法睁开的小水踏 哎呀 这只可怜的小水踏竟然是个瞎子啊 是啊 看来水踏是将这个瞎眼的小家伙给抛弃了 世民的它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活下去 你看它都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它真是可怜啊 是啊要不我们帮帮它吧 我们哪有能力帮它呀 我们只能去求助主人阿顺了 对 我们让阿顺来帮忙 你要干什么 赶快去湖里玩啊 怎么回事 难道出事了 看来它们真的是遇到了麻烦 哎呀 是一只小水踏 可怜的小家伙 看来是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走 我带你回家每每吃一顿吧 就这样 阿顺将小水踏抱回家 并喂了它一些食物 吃饱后的小水踏 很快便恢复了体力 爸爸 这只水踏的个头也不小了 怎么还没睁开眼睛啊 哎呀 不好 这是一只瞎眼水踏 所以才会被抛弃 可怜的家伙 如果没有人照顾的话 它会死掉的 爸爸 那我们就养着它吧 好吧 不过 我们要将它养在哪里呢 爸爸 你看 小鸭子在帮它带路呢 我看 就让它和我们家的鸭子住在一起吧 好吧 真是不可思议 水踏竟然能和鸭子成为朋友 爸爸 你不知道 它 就是鸭子带着我找到的 我想鸭子也不忍心 这个小水踏被饿死吧 鸭子真的将这只小水踏 当成了朋友 它们不但会带着它 在院子里玩耍 而且还会带着它 一起去湖里游泳 小水踏呢 小水踏它跑哪里去了 它不见了 不好了 小水踏不见了 它在那里 这个调皮的家伙 刚才一定是潜水了 哎呀 阿顺呢 你家的鸭子疯了吗 怎么朝水踏那里游去了 水踏会咬死它的 不会的 那只水踏是我家鸭子的朋友 水踏和鸭子会成为朋友 我又不是来找你 你又迷路了 以后不准再潜水了 知道吗 嗯 我知道了 王叔叔 你什么时候来的 忙完工作刚刚来 哈哈 阿顺又长高了 哎呀 小水踏 你的鸭群里 怎么会有一只小水踏 它的眼睛瞎了 所以我一直养着它 王叔叔 你知道吗 这个小水踏 和我家的鸭子 都成为朋友了 瞎眼的水踏 我看看 这个家伙的眼睛没有打开 所以才看不到东西 只要给它做个小手术 就行了 王叔叔 你是说 只要做个小手术 这个小水踏 就能看到东西 没错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你是兽医 做这个小手术 对你来说 应该不成问题吧 没问题 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当天 王叔叔便给小水踏 做了一次眼睛切开术 手术非常成功 几天后 蒙在眼上的纱布打开了 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的小水踏 显得非常兴奋 爸爸 你看 小水踏 能看到东西了 是啊 你看它高兴的样子 这个小家伙真是调皮啊 阿顺 带它们去湖里玩吧 尤其是这只小水踏 让它去湖里玩会吧 嗯 它看到湖水后 一定会很兴奋的 小水踏 你跑哪里去了 这个家伙 一定又是潜到水里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条水蛇 也正朝小鸭子那里游去 小水踏一惊 加快速度 朝水蛇那里游去 我看到它了 它在那里 哎呀 你干什么 不止伤害我的朋友 天啊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如果不是小水踏冲过来 这条蛇一定会将我们咬伤的 两只小鸭子看着小水踏 将水蛇赶走 它们露出开心的笑容 从今天起 就由我来照顾你们吧 小水踏 谢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